國際局勢 信息萬變 香港政壇 風起雲湧 政壇變動 和你深入分析 梁錦祥 一周時事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緣 身啟力行 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吻餐廳和大家見面 踏入11月風起雲湧 接下來是選委的提名 選舉12月投票 在年底就產生選委 明年初就要 即是3月就要 不是選 選條 選條毛嗎 這些就不是叫選舉 這個怎麼會是選舉 由頭至尾都不是一個選舉 結果知道 怎麼會是選舉 完全共產黨可以操控的 怎麼會是選舉 但是有些人都會當他是選舉 是 包括現在正在選選委那些 各個改變 現在大家 爭取了 爭取了 打崩頭 那些有得選的就是 最灰狹的就是宗教界 宗教老是說的 教會是人 即是組成的 人一定是會犯罪的 如果你問我 所以大家要無謂爭論 究竟上帝做人 還是人做上帝 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 總之香港的教會 就是四個字 叫做不止所謂 是吧 完全是違背上帝的旨意 所做的事 然後就以上帝之名 這些全部都是 這些教徒 或者現在教會裡面 有權勢的人 基本上跟現在六八九 這一群糧粉 這群垃圾 是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分別的 整群新教徒 可以把東正教踢出 拒絕門 我想在二千多年的教史 可以記上一筆 很多 教會犯罪的歷史 真的是 慶祝難書 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意思 你連這群所謂的教會 因為選委有教會的代表 有宗教的代表 其實就是我之前做的那個踢爆 講過頭骨鬥狗的故事 是吧 你這個所謂小圈子特首選舉 也是頭骨鬥狗 是吧 然後你這些選委分贓的 也是頭骨鬥狗 是吧 等你鬥餐猛 但最後還是由共產黨控制 那裡才是妙的 算吧 包括現在那些所謂民主派 那些社福界 法律界那些 你又說我們一定要欠這些位 那你欠出來有什麼用呢 請問 欠了這些選委 由頭至尾1200人 最多讓你拿200個位 是吧 這個真的是一個精密的計算 當初設計這個選舉委員會 然後由這個選舉委員會 最初叫做推選委員會 只有400人 然後800人 1200人 這個量變但質沒有變到 量變但本質不變 本質仍然是共產黨可以直接操控這個選舉委員會 因為他的說法很清楚的 就是說 這個行政長官是由中央任命的 是吧 他是掌握這個不僅僅任命權 任命本來就是行禮如宜的 連選舉 是吧 這個假選舉 就是一個形式 然後告訴大家 我都有選舉 所以這個選舉 雖然你不是很滿意 因為最好就是普選 是吧 但是在普選之前 這個也是一個間接選舉 至少由選舉委員 去投票選 一個行政長官出來 然後選舉委員 又由選舉產生 但是他不說這個選舉產生 這種制度的荒謬性 會也可以 公司也可以 商界那些 是吧 公會那些 是不是團體選 好了 可以一人一票選 的選民基礎 比較寬的就是 那些民主派可以拿到席位那些 他都計算在內 一早都已經 你醫學界上一屆 是不是全部投給 這個 六八九 六八九 對嗎 是吧 那些餘農界還妙 有這麼多個選委 有這麼多個選委 不知多少人 是吧 用會來選 你不說制度本身的荒謬 制度之所以荒謬 就是我們覺得荒謬 他就覺得 咦 各個界別都有 有廣泛代表性 有商界 有工業界 有工會 有勞工界 有宗教界 是吧 我們又要給港區人大代表 佔到若干日議席 立法會選舉產生的議員 有七十席 無論是功能組別 分居直選也好 那些七十席 都是當然的選舉委員 是吧 你全都說了 是吧 這是假的 但是 他也叫做一個選舉委會 譬如說 中華民國的總統選舉 在有普選總統 或直選總統之前 他是間接選舉 第一屆的國民大會 那些國民大會 代表是直選產生的 是吧 他是一個制憲機關 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 他叫國民大會 你這麼刺激 叫人民代表大會 是吧 你說代表的 國民大會代表 國大代 叫做 是吧 我們後來就給了一個名字 叫做春代 是吧 那這些國大代 第一屆就選出來 然後 政府播遷台灣 然後 就有一條 在憲法裏面 違章建築 叫做 暗亂時期 臨時條款 那你最初都說得通 就是因為現在 要和共產黨 作戰 包括內戰時期 那你就在憲法裏面 在憲法頒布私人之後 接著發生內戰 接著你就 在憲法裏面 有個違章建築 就叫做 臨時條款 簡稱 全名叫做 動員 暗亂時期 臨時條款 好了 去到台灣之後 立法院 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中華民國的國民大會 仍然是第一屆的 因為這些代表和委員 去繼續 那麼 他的說法就是 我要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 後來 因為台灣 就是那個 就是 對民主的訴求 民眾對民主的訴求 越來越激烈 於是 開放若干的議席 就讓台灣人民去選這些 所謂 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 那些叫做 自由地區增保額選舉 即是說 在原本的架構裏面 不變 接著有些增保額 那時候的黨外反國運動 就是 大家就在爭論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要不要參加這些 增保額的選舉 進去議會 然後繼續去抗爭 還是我們放棄參加這些 所謂自由地區增保額 的民意代表選舉 繼續在外面抗爭 是吧 到最後的發展 大家都看到了 八十年代 中開始就被輕盤 一直到九十年代 整個九十年代 就是台灣的民主法 基本上 經過幾次修憲之後 就完成了 總統一人一票選舉 廢除了這個國民大會 兩院制就變成單一議會 就是一個立法院 立法院的委員 由二百幾個變成百幾個 是吧 減半 是吧 由這個多議席 單議席 單議席 單票制 是吧 就兩票 一票就選政黨 一票就選人 一路一路看著它的發展 是吧 我們就糟糕了 是吧 八十年代中就已經開始 港英就在 開始搞這個選舉 搞到今時今日 功能組別仍然存在 然後這個選舉委員會 2017年選特首 仍然是小選子 我要將背景說清楚 給大家聽 你不要覺得現在這個 有得選 是吧 這個最糟糕的是 梁家傑當年參加 這個特首選舉 就說有得選 才是老闆 選你老尾 選 那時候我不是遊行 和 就是 盧醫生一起 我們就說 選 有得選 他就說選一條毛 就是這樣 口號就是這樣 選什麼呢 你民主派一直在誤導香港人 你民主派過去的幾十年 不但只是誤導香港人 你現在帶領香港倒退 到現在香港發展到今時今日 有本土運動的興起 又被你那幫混蛋一手撞頌 加上有這兩條小學雞 做這個 本土運動的 駱駝 最後一根稻草 那些香港人 合該如此 合該仆街 沒得說 對吧 你這個選委會 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 有一個分贓 到最後 這個本質就是共產黨可以完全操控 1200票裡面有1000票可以操控 但是現在大家就有些樂觀的期待 就是說 喏 如果 可以 多一個人 建制派 給這個 梁振英少好一點點去參選 那梁振英就有機會落台 包括民主派來 總之就是ABC 建制派 就不是ABC 總之就一定要堆壞梁振英 是吧 那他們的看法就是 喂 這1200人 除了那200個 所謂非建制派的選委之外 那1000人 都未必聽你說的 因為上一屆的選舉 你還是只有689票 僅僅過半數 證明有些人調戲也不相信 即使阿爺下了命令 那如果今次有多一個人可以入閘的話 689就必死無疑了 這是很多人 到今天為止 是不是 的幻想 你不要說他什麼想 他就是一個很樂觀的期待 是吧 但是你要明白共產黨 他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 符合你這種主觀 香港人 或者絕大部分香港人 那個主觀的期待 或者樂觀的期待 就是我們上一集在這裡也說過 是不是 禮拜一 你不要有一些所謂的 projective thinking 是不是 你是將自己所想的東西 或者你認為的東西 就當是別人也是這樣認為 是不是 當然大家有共識的 或者價值觀一樣的 那你這樣去投射呢 都勉強 你現在看本土派 是不是四分五裂 九十幾堆人在那裡罵戰 是吧 是吧 那些罵戰水平是越來越低 是吧 那些年輕人 我最初對他們也有點期望 哇 越來越發覺他們在Facebook 打飛機說的那些話 這些基本上是 你給他們擁有權力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垃圾過民主派 是吧 是吧 所以一個人 那個品格最重要 是吧 那些年輕人現在已經沒有品 是吧 你是沒有品到 你衝不要緊 不要傷及無辜 是吧 你說那些保安不是無辜 你打齊他 那你就打齊他 如果他動你 是吧 他沒有動你 你是不可以打齊他 你是不可以說粗口罵他 我可以告訴你 你這次一定會被人告普通襲擊 沒有走雞的 是吧 百分之一百 好了 這筆都不說 因為我經常罵那些年輕人 其實我對他們都很包容 我有一天說的那些話 都是代錢的 是吧 有些人說我落井下石 什麼落井下石 我落井下石不是這樣說的 到今天為止 我也是強調 喂 這兩個人 怎樣壞都好 是吧 他都不會比現在 搞司法覆核 還有要人大釋法的這個老八九 是吧 那個大敵是他們 但是現在沒有用了 是吧 現在因為整個民主派 你看他的表現是什麼 在這件事上面 你割席給誰都快 你看民主黨撲出來 是吧 多快啊 是吧 喂 為什麼你不說他叫警察進來 啊 為什麼可以叫警察入議會 為什麼你民主黨不抗議啊 是吧 待會我播一條片給你看 幾年前我已經是反對的了 新界東北那次 叫警察進來 是吧 喂 我已經是拍台拍椅子罵了 是吧 到我自己 2014年7月3號 是吧 那些警察進來查案 我都已經說 喂 這個是 沒有經過行管會同意的 喂 行管會同意的就是 新界東北那次 還有今次 竟然可以叫警察進來 是吧 喂 你有人受傷 就叫白車 叫什麼警察進來呢 請問 叫警察進來 你就是令到立法會的主權 受到嚴重的侵犯 此其一 那今次就是 你做吳三桂叫他進來的 是你行管會 立法會處席 秘書 秘書長陳維安 那次陳維安也被我罵 是吧 這些叫做 叫做什麼 叫做 助奏違約 還有自己 將自己的主權 雙手奉上 喂 你有保安的嘛 是維持秩序的 維持秩序 還是議會失控的主席叫你 你才可以做的 怎麼可以叫那些警察進來的呢 幾個肉酸的警察站在立法會的會議室門口 然後你那幫民主派 是可以毫無反應的 跟著你民主黨要出來 第一件事就要譴責清正他們兩個人 帶著助理去衝擊 那那個呢 如果你傷到人 有了錄影帶 那就可以告你普通襲擊 但是就不需要那些警察走進來 你們這些民主派有沒有說這些話請問 沒有 第一時間就出來和這兩個人先割席 先譴責他們 是吧 當然我捱過了 2008年一早就開記者會 是吧 接著就是搶劫曾俊華那個施政報告 那當然公民黨和民主黨一起開記者會 是吧 接著建制派又開記者會 比你這次厲害 大佬 這次只是走出來搏一下麥 是吧 大家都走出來搏一下麥 那次是開記者會的 你知道嗎 建制派開記者會譴責我 民主黨開記者會 公民黨開記者會 大佬我現在都記得 是吧 這幫混蛋 是吧 所以你由慧晶和梁頌恆 你夠吉士的 你就不要黏在那些泛民那裡 是吧 自己一人做事一人當 不要再說後任 我就是侮辱你 是吧 有些人說 喂 以否定為肯定 不是你教的嗎 那他們敢於挑戰權威 那不是好事 我覺得是好事 要承認 是吧 要承認 你現在坊間我們聽到的 不是每個人都覺得你 當然很多人都覺得你這種是侮辱 等等 因為這個文已經做成這樣了 大家已經有這個套版的一個反應 沒有辦法了 是不是 你也沒有人去 報紙不會幫你sprint 是不是 你是靠那些KL 那些失敗者去幫你sprint 沒有用的 是沒有人看到的 在Facebook上 OK 是全香港人 大部分人都覺得這兩個人是很討厭的 很負面的 標籤 是不是 但是我不會認為這樣 就是 我們就 喂 覺得他這一次成次 這個抗爭 是完全失敗 失敗的地方就是你不顧後果 不顧後果的意思 我再強調是自己的後果 你自己會發生什麼後果 你沒有計算的 是不是 你那幫助理也沒有幫你計算的 喂 有幾種情況出現的 會不會DQ 要不要重新宣誓 重新宣誓要不要宣誓 諸如此類 會不會有司法覆核 全部沒有想的 是不是 人大釋法 是不是 現在正在開會的人大常委會 他較早前就吹風說 今天同日 那我就覺得沒什麼可能 是不是 但是 未來這幾天都可以的 是不是 法庭呢 就不會受你這個消息影響的 理論上是 所以你今天看回 雙方 就是 律師在法庭上 大家的辯論 可以說 一方就 兩方都算是一些 很癡心的 全部都是癡心大臟 是不是 這邊雖然是 代表 這個 梁君彥的 就是 以前做過警監會的主席的 宅少堂 宅少堂 另外還有一個 莫錦聯 是不是 兩個癡心大臟 另外 代表答辯人 答辯人有三個 一個就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 兩位議員 是不是 代表兩位議員的 就是 潘希思森大律師 他師傅也發出 結果現在是大啟師 是不是 全部都是大炮來的 是不是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一件司法覆核的案件 出到這些大炮來砌 也是很合理 因為大家要爭論一些法律的觀點 是不是 包括立法會條例 宣誓條例 基本法第104條 那你就是靠這兩方面的大炮 大家在這裏 去做一個陳述 是不是 看看法官到最後 他去採訊哪一個 就是哪一方 是不是 但是到最後都沒有用 因為 如果你說104 那就一定是人大常委會主席 是不是 那個依法宣誓 這四個字 他可以 可以重新解釋 什麼叫做依法宣誓 你沒有依法宣誓 是不是 那你第一次沒有依法宣誓 這個已經是無效的 都可以 是不是 所以你法院裁決 到最後 你都鬥不過這個人大 常委 是不是 是不是 有很多人 可能到現在都不清楚 釋法 釋法的程序是什麼 那你打開基本法 就是158條來看 OK 第一款就真的很清楚 人大常委會 是 就是 負責釋法的 這個是很清楚的 第一條 第一款 放在這裏 但是接下來那個說法 大家都很清楚 我說過很多次 要在那個案件 去到這個終審 是不是 就是在一個最終判決之前 如果這件案 是跟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關係有關 跟國防外交有關 就是終審法院要請請人大釋法 除了這樣之外 其他所有 不是這個中央和特區關係 和國防與外交的那些 全部都是由終審法院去解釋這個法 包括基本法 但是你寫在這裏 現在他可以解釋這個法 總之我不管 就是人大常委釋法 後面那些是不計的 可以 所以四次釋法呢 兩次是由特區政府 請請人大釋法 一次是人大自動釋法 第四次那次關於光果那個 外交豁免那個 因為很明顯就是外交 是不是 就是由終審法院 請請人大釋法 那個就是依足基本法 第158條 那個釋法的程序 前面那三次 包括1999年那次 包括2004年那次 包括2005年那次 都不是終審法院去提出釋法的 你現在梁振英說 不排除釋法 在這個司法覆核案件 進入聆訊之前說這些 你很明顯就是干預那個法院 恐嚇那個法院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在我們或者是善良的 就是法院講好數 我不可以判得你贏的 判你贏的 香港的司法就完結了 你去釋法 這樣 對不對 這個可能性一樣存在的 不好意思 對不對 會不會跟馬杜立談過 是不是 現在已經在散播一種言論 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制度下 政府是有權進行司法覆核 我沒有說他沒有權進行司法覆核 這件事是應不應該進行司法覆核 是不是 任何人都有權司法覆核 不要說特區政府 你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 就是等於曾鈺成 就是 去評論這件事的時候 說當年黃毓民宣誓 第一次 不行 重新宣誓 他給我過 或者給我重新宣誓 但是沒有人司法覆核 是他嘛 他那時候也說 當時阿波舉手 我第二次宣誓 他批評我嘛 那麼主席說 我認為他已經完成了那個宣誓 那麼 他說你們可以 如果有爭議的 你可以從法律的途徑 說明是叫你司法覆核 但是沒有人司法覆核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是我挑戰他不夠 沒有你那麼厲害 我不會討論他 你討論他 你用鴨尼洲口音來討論他 我不會討論他 是不是 那麼你沒有想過 你沒有看上一次我的做法嗎 你擺明是學救我的 是不是 你宣誓要玩東西 那麼你沒有看我上一次的做法嗎 那就是證明你 說完 是吧 不要說罵你 那客官的事實就是這樣 是吧 證明你垃圾 你那幫助理是垃圾 其中還有一個我舊伙企 真的很有垃圾 真的 是吧 你沒有去給他看回以前 就是這個宣誓風波 你沒有看回的嗎 你沒有去研判這些 不懂議事規則的嗎 你 你不懂宣誓條例的嗎 你在玩東西的時候 蛤 那你那些人就屌你 可以當他神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那個踢包 就是小鬼操狂 很給面子 這個就是良匪失智 那些噪狂和失智都是病 是吧 現在的問題去到這個地步 當然法官一定是押後裁決 其實也是在我預計之中 本來這些 他一天都可以做裁決 但是他不會做裁決 是吧 他都要回去量度過 是吧 你兩邊 兩邊 兩邊 兩做都是這些大謊來的 那大家 一路就那個 就是 當然 歐慶祥法官就說 會盡快作出裁決 是吧 那但是 這個余若凱 余若凱應該是余若凱的弟弟還是大哥 弟弟 大哥 知心大律師 代表政府的 就說不如這樣 你先判了 然後再頒布理據 是不是 這樣 其實如果你就這樣 即時要法官做裁決 這個也是強人所難 是吧 當然 我認為法官在這個案件聆訊之前 他已經看了相關的條例 是吧 我們現在不去猜 我也不想花時間說余若凱太啟斯 就是他們在法庭裡面說的 主要就是余若凱講最多 是吧 潘禧也有說 潘禧就代表梁柔 他就說 即使啟動這個宣誓和聲明條例21條 也應該是由議員辭職 或者主席啟動基本法第79條 就不是由法庭頒令他的議席失效 是吧 當然這種說法 如若凱就一定不同意 是吧 這個其實有很多法律觀點可以爭辯的 當然 我覺得 如果進入了司法覆核這個程序聆訊 大家在法律的理據裡面 去陳述 然後由法官做裁決 對公眾來說 或者對現在的立法會議員來說 也有一個正面的意義 是吧 因為我們如果相信法庭是最後裁決的地方 是吧 這樣就已經進入司法覆核了 你就要等法庭的裁決 才能夠這樣 或者尊重法庭的裁決 因為你沒有另一條路走 是吧 如果你反對司法覆核政府 你殺個政府就可以了 你去圍他 你圍官底 圍禮賓府 圍他特首辦 然後圍你 你把火箭炮 汽油彈 那就可以了 是吧 那你沒有 那麼遊行也只有1000人 還有泛民主導 你兩隻人還站在那裡 嘶嘶嘶嘶嘶嘶 這樣 是吧 如果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到最後 你只能夠相信法院 你不可以說法院裁決了你輸 然後你又 又反面 是吧 那你現在這班人 有沒有辦法走出來 告訴我 如果法院判我輸 我會做什麼呢 如果法院判政府 我輸 那你會做什麼呢 判了你贏 那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那怎麼辦 那輸呢 香港法治最黑暗定的 那輸呢 你告訴我 就像我這樣 你判我有罪 你判我兩個星期間 我只能夠上訴 在司法制度下 尋求救濟 是吧 到司法制度 到我上訴 接著都是判我有罪 接著我去服刑 那我就少了數了 是吧 接著你 你六八九 我仇人 一輩子和你慢慢計算 山水有雙部 只能夠這樣 但是這個是你六八九 對付我 但是現在是整個政府 整個制度的崩壞 那你既然要帶領香港 走向獨立的 你這兩位年青人 和其他支持者 你現在告訴我們 你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是死局 你一定會被DQ 再補選你去參選 你也是輸 泛民也不能贏 第二天你還要講數 究竟你去參選 泛民會不會讓你參選 他會不會派人出來參選 是不是 好了 你們兩個都派人出來參選 那些人就輸 聽說泛國威在做街站 你真是 是吧 講來講去 其實 我以前那個說法也沒有錯 都是為了他議席 所有 做這麼多事情 都是為了他議席 你這麼難得拿到兩個議席 你不懂得時間換取空間 躁進 是不是 那就糟糕了 是不是 我說這些事情 其實我希望他們反省一下 不要當我欺負你 不要當我欺負你 我說的那些全部都是真話 我不會跟他那些人說 好厲害 這個抗爭夠僵 哎呀 屌他老母 是吧 對的了 我不會跟你說這些 整個客觀的現實 你背不背得起 背不起來 好了 司法覆核 我們唯有相信法院 是不是 司法覆核都撲上街的時候 是不是 那怎麼辦 好了 如果法院判了你政府輸 那我想他也不會上訴 他屌你就尋求人大釋法 他就免得跟你浪費時間 是不是 他不會說我又上訴 然後又到中審法院 慢慢跟你磨 他不會的了 在政治上 這步他就一定是人大釋法 人大釋法很簡單的 有些人很盲無理 包括你梁仲恆 和尤惠 或者你後面這一班助理 你真的看看書 看看法例 這個不同 修改基本法 是不是 但是他釋法 可以等於修改基本法 修改基本法的門檻很高 要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 還有港區人大三分之二 然後才提案 然後再由特區政府 是不是 去呈請這個 人大常委會 去修改基本法 門檻很高 有很複雜的程序 大哥 有經過基本法委員會 九十幾樣 但是釋法呢 就很簡單 不要關門 人大常委 開會開議程 那就搞定你的了 當然又要在基本法委員會 聊過 基本法委員會 全部是他們的人 大哥 共產黨是最擅長這些 有很多機構 有很多制度 但是這些機構本身 和制度本身 他們是沒有說是權的 如果你連這個都不明白 就不要搞政治 是不是 休息一會 主席 現在這個很明顯是一個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就是政治解決 你現在到處下閘 這個就是監獄 這是代表香港三百多萬人的一個立法機關 負責監察政府 你不要跟我說 包括你的官員都是 你回家睡覺休息 好過了 或者回辦公室做事 好過了 你當然說 喂 後面還有十幾項排隊 那也沒辦法了 為什麼你不把這個收回去 後面的排上來 沒有爭議那些 明明可以做的都不做 即是大家在鬥氣 大家在鬥氣 是嗎 還有 昨天在製造白色恐怖 拘捕三個人 我當日在現場 有多衝撞過立法會 我不明白秘書處 為何要打電話 叫警察來這個立法會 荒謬到不得了 沒有人譴責陳維安 我要譴責他 我告訴你 包括立法會主席 有什麼安全問題 現在 都沒見過大蛇轟尿 這樣叫衝擊 我全場在現場 有一個 我們立法會是保安不知倒地 那個門口出不了 這些警察就殺到來 那些人以為複雜 就在門口頂住 我也問過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 警察說你立法會 打電話叫他們幫拖 立法會怎麼可以讓警察走進來 立法會怎麼容許警察走進來 我問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什麼理由可以讓警察進來立法會 我們有一個特權條例 你保障不了我們 警察進來嚇我們 不讓我們說話 當日坐在那裡是一個大堂 亦不是靠近會議廳 那個基本上是一個公開的地方 我告訴你 現在 又要做很多措施 行政管理委員會 又是立法會議員組成 老實說 說句難聽一點 你真是愧對這些下一代 你以為現在維護到這個安全 你維護哪個安全 請問 弄到立法會好像監獄一樣 你們害怕死嗎 遲早一件大件事 不是開玩笑的 那天我有份叫那些人散 現在 用這種方式 來限制議員發言 你說現在說了很久了 五月到現在 五月中到現在 那又怎樣 那你就收回去 你後面的項目排上來 很簡單 那你不用 你只是鬥起 鬥起就是大家來鬥 一定不讓你過 是嗎 很簡單的道理 大家不需要浪費時間 浪費生命 政府現在收回去就可以了 你梁振英 你收回去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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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朋友 acked